一个企业怎么找行业的终局 怎么找你行业的下条赛道 我把这套思想概括为叫 顺三式借三利 过去的18年 我用这个逻辑自己创业成功了 我也用这个逻辑 帮了一批我身边的同学和企业 像我们一般的欧税通 2020年重新创业 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面 成为深圳的独角兽企业 30多亿的估值 账面接近六七亿的现金 人员规模也到了四五百人之中 成为中国在跨境电商海外出口 报税这个戏份领域里面的绝对江湖老大 老爸评测 当时只有四五千万的营收量 到今天全网六千多万的粉丝 成为了中国评测类电商的绝对老大 等等等等这些案例 他们的背后各位 首先要看透终极趋势 未来的是 怎么能够真正的跟趋势为伍 而不是以趋势为敌 第二周期 怎么能够把控一个周期的节奏 消炎滚 当时如果不发疯的 在杭州打穿这个市场 到今天消炎滚 就成一个二三十家的小门店 早被人降没掉了 报税通 如果当时不迅速的成事而起 融资 涉壁垒 一大堆一百万的软件全都会上 这个市场又成了原来的报税市场 所有人都找不到货路 就是因为周期节奏拍 踏得足够好 足够准 我看到很多人 进队一个好市场 节奏感烂得一塌糊涂 到最后双手一摊 发现原本你的优势 全部都不在 第三个 全局 怎么用ABC GPS模型 来突困的边界 怎么用横向纵向翼眼 来把供给的力量整合 不光要顺三世 还要借三利 把产产的利益道 产金的利益道 产机的利益道 也把旁边的一帮兄弟 融合在你身上 把公司的架构给搭好 这很重要 是在顶层上面 把大家的力量借在一起 同时借资本利 想干的事越大 你的钱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你的钱根本不够用 所以一开始这个事 就得融合一批力量进来 融不进来 这事你也别干了 最后借政府的利 政府今天掌握的社会资源 政策资源 土地资源 资金资源 是全市场最丰沛的 政府不会把搜索事都干完了 所以在很多的行业里面 要学会借政府的利益 壮大自身 所以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 宏观经济跟我们的关系不这么大 中国经济好了 差了 都有100万亿的市场 缺钱吗不缺 缺人吗不缺 缺市场吗不缺 我们缺少的是一个 能够摆脱困局 更高维度经营方式和操华能力 一批全新用结构效率 运营效率的批人 所以我相信每位企业家都能深刻感受到 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千军万马淘汰过程中 5加2白加黑中 运营时代已经结束掉 再这么卷已经卷不下去了 几千万条马都在往那卷 按一样的模式在卷 怎么卷 卷不了了 即使你在运营层面 暂时形成差距 很快会被模仿超越 最终限入到 所有人同质化的竞争困局中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如此多的企业家 对未来焦虑 困扰的真正原因 所有人玩的游戏规则一模一样 你觉得有差异度 其实完全没有差异度 在我看来全是一样的 每人干的事都是一样 所以在一中战事总会 我要帮助同学的是 打造这六门能力 为什么我要下场讲课 是因为我发现 受之于不如受之于 我最终得把这六门本事 交回给我这帮同学 因为最终的战场是属于他们的 我最后都是扶一马送一程 但在中间这一次跃升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 也有这个思路 也有这个运作能力 能帮大家一把 把你的脑子打开 把你阶段的顺三式 接三例给运作上去 随着你学会的这个东西 未来的战场其实无比巨大 各位2035战事总会 可不是讲一年课 是一直讲到2035年 在此之前你是避不了业的 除非你跟我说 你干到一百亿了 干到全天下 你这个行业无敌了 我会给你发个毕业证 在此之前 你想毕业都没门 你得把这六种本事给学会 把这六个本事学会了 你可以起见下天山 这个时候我也会成为你的股东 帮你在你的行业里面 搞回吧 顺三式接三例 完成这个行业的一次 跃升和升级